副市長 有消息說市長會請辭 那您來參與補選嗎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我們副市長等一下還有別的行程 不好意思 那我認為呢 這個聲音會出現 其實一方面也是說明說 這個高友友也許 這個過去曾經協助於 這個高宏安市長的這些友人 他們也許對這個7月24號的官司 這個判決呢 有不抱這個太大的期待 那也可能也有思考到說 這個是不是會影響到他們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利益 那大家要知道說其實我們新竹市呢 地方派系跟地方利益的共享 是非常這個交錯複雜的 那是不是因為有這樣子的考量 所以民眾黨他們有這樣子的想法 希望能夠推出另外的人選 來延續他們這樣的政權 所以也有另一說的說法是說 那也有可能是高宏安辭職 然後來派這個邱成員來參加補選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我認為這個應該都不是 高宏安市長本人的本意 那我更認為這個應該都是相關的 這個地方的人士 或者是說這個甚至是說民眾黨 他們也許是丟出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來測試一下水溫 因為當時候民眾黨他們就是 一直在強調呈現說 他們會帶來的是一個新政治的氣象 但是你會發現 貪污跟這個市政的醜聞 或是說這後宮干政高悠悠 介入這些活動標案這些爭議不斷 那我覺得這都一再的讓新竹市人 對他們的這個期待是破滅的 所以我並不認為說 邱成員呢他如果來擔任這樣子的候選人 來參加這樣的補選 能夠為這個民眾黨來力往狂澜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蠻大的一個挑戰 副市長 請問一下那個高市長有沒有打算辭職 再補選市長 不好意思喔謝謝 您會補選嗎 謝謝謝謝 副市長 有消息說市長會請辭 那您來參與補選嗎 不好意思謝謝 謝謝喔我們副市長 等一下還有別的行程 不好意思 其實過去這幾個月這樣子 風聲就不斷了 那可以發現近期越來越多人的討論 那其中呢有一說是說 這個高宏安他會選擇辭職 然後來參加這個補選 不過根據我們的選霸法 其實已經第27條已經修法過後 這個就職的就職人呢他在當選過後 辭職是不得再參選這個補選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非常明確的 那我認為呢這個聲音會出現 其實一方面也是說明說 這個高友友也許這個過去曾經協助於這個高宏安市長的這些友人 他們也許對這個7月24號的官司這個判決呢 有不抱這個太大的期待 那也可能也有思考到說這個是不是會影響到他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利益 那大家要知道說其實我們新竹市呢地方派系跟地方利益的共享是非常這個交錯複雜的 那是不是因為有這樣子的考量 所以民眾黨他們有這樣子的想法 希望能夠推出另外的人選來延續他們這樣的政權 所以也有另一說的說法是說那也有可能是高宏安辭職 然後來派這個邱成員來參加補選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我認為這個應該都不是高宏安市長本人的本意 那我更認為這個應該都是相關的這個地方的人士 或者是說這個甚至是說民眾黨 他們也許是丟出這樣子的一個訊息來測試一下水溫 因為呢他們在高宏安涉探案跟這個相關的市政醜聞 這樣一連串的爆發其實已經重創了這個民眾黨的整個形象 那我想這個是也許是他們認為這個是最後的一步活期 他們要來運用的一個方法 但是我不認為新竹市人會買單的 那高宏安啊 所以依照你對他的了解他有可能會真的辭職嗎 因為他好多會覺得他就是認罪嘛 所以這個辭職進入補選是不是可能性其實也不高 對我個人認為其實高宏安市長自己本人來辭職的這個選項 基本上機率是非常低的 因為一旦他辭職就表示說他相關的這些行政資源跟他的執政政權 都會全盤的拱手讓人 也就是說他會失去他原有的這個影響力跟手上的現有的資源 那這個並不是他會能夠接受 如果以他作風的話其實他是非常 我認為他是會希望能夠全面掌握任何的市政的資源 這也是為什麼他會選擇這個邱承遠來擔任他的副市長 那邱承遠啊假如說來擔任這個補選的後選員的話 對 他的希望呢 我覺得分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說就是民眾黨的執政在新竹的執政的這個 成效呢跟市政滿意度坦白說對於新竹人是有將近過半 是沒有辦法接受跟買單的 那甚至你包括說這幾次的遠見的一些市政滿意度的調查 高鴻安市長的執政民調曾經呢幾乎都是在調車尾的 而且一年不如一年 那這就凸顯出說 其實新竹市民對高鴻安市長的執政是失望的 對民眾黨的執政也是相當的失望 因為當時候民眾黨他們就是一直在強調呈現說 他們會帶來的是一個新政治的氣象 但是你會發現貪污跟這個市政的醜聞 或是說這後宮肝正高悠悠 介入這些活動標案這些爭議不斷 那我覺得這都一再的讓新竹市人 對他們的這個期待是破滅的 所以我並不認為說 秋成元呢他如果來擔任這樣子的候選人 來參加這樣的補選 能夠為這個民眾黨來力挽狂瀾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蠻大的一個挑戰 已經選擇了某一條道路的時候 基本上也後悔應該說後悔也沒用 被問到會不會後悔踏入政壇 新竹市長高鴻安看很開 涉灘一審宣判倒數一週 高環連續釋出兩場專訪想提高市政能見度 因為就連黨內對這起官司都難樂觀 高友友也許這個過去曾經協助於這個高鴻安市長的這些友人 他們也許對這個七月二十四號的官司這個判決呢 有不抱這個太大的期待 所以民眾黨他們有這樣子的想法 希望能夠推出另外的人選來延續他們這樣的政權 新竹地方傳出消息高鴻安方面評估 若三審定宴有罪任期不滿兩年 中央就要派原代理市長 民眾黨等於拱手讓出江山 也不立二零二六選情 不無可能讓高鴻安直接辭職三個月內進入補選 對敏感問題露出尷尬微笑 但秋全接任副市長後 不管是跟高鴻安合跳晚安大小姐 還是出席新竹大小活動都積極搶曝光 地方盛傳民眾黨可能派他參加補選 而高鴻安若請辭仍有志新竹市長只能放眼 二零二六 如果一位縣市首長 他因為貪污被判有罪確定 也不能夠讓他再次投入這個補選的 對於請辭聘補選的傳聞 新竹市府駁斥是子虛烏有 而二十四號的宣判結果 忐忑的不只高鴻安 還有民眾黨跟新竹政壇 三立新聞 張浩義 黃宇凡 那麼直進 新竹台北 綜合報導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